進階我剛剛講樂透 這個我們只有抓101、102 實際上101、102後面的話 其實樂透仔變成大樂透 所以你們可以從雲端白板裡面找一下 有一個叫什麼大樂透歷史資料 有點像爬蟲的一個練習在這裡 大樂透歷史資料 那這邊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一個歷史資料 你可以Google找大樂透歷史資料 真的還是有網站叫樂透雲 然後他就幫我們把什麼 歷年來從...不知道哪一年 從舊到新好了 從舊的到新的 我把這個資料把它... 這個好像換了 這個可以把它改一下參數 它這個等於new 我把它改成old old等於是舊到新 new的話是新到舊 那你會發現把這個參數改一下 本來是new有沒有 改成old 看一下 有沒有他這邊出現了 2004年的1月5號 也就是說民國103年的1月5號 就改...樂透彩好像是改版了 改成叫大樂透 然後號碼的話呢 其實規則都一樣 只有一個就是號碼本來1到42號 改成1到49號 那開出來的號碼一期也是6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資料網路上都有啦 有沒有他每一期每一期 禮拜一禮拜四禮拜一禮拜四 一直開一直開 那總共有幾頁呢 1到62頁 有沒有 所以我們假如說 以前的做法是怎麼做 如果你不會爬蟲的話 意思是什麼 你就是Ctrl C 有沒有 把這些資料選起來 Ctrl V貼到Excel 有沒有 然後呢 總共有62頁 也就是說你就要做62次同樣的動作 但是如果你會用爬蟲的話 那你就可以什麼 把這些資料 不需要人工的方式 可以一次的全部就倒到Excel 那倒到Excel裡面還有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它這個資料 你把它丟過來 你會發現它一個儲存格裡面 放了六個號碼 那六個號碼呢 中間加逗點 可是不對啊 我們要加 我們不是要逗點 我們是要把它分開來 所以這邊可能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如何再把資料切開來 你會發現這個有點像資料剖析啦 把它剖開來 然後把它分別放 所以我這邊又寫了一個程式欄 因為有點複雜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 可以下載 批次下載的話呢 就是1到 這個應該改一下 之前是58 現在都62了 然後呢 全部下載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個資料 假設跑這一段 如果你們待會有興趣 可以直接把這個程式貼到我們 或者另外開一個模組 開一個這個 這個把它貼上 批次下載 批次大樂透下載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你可以開一個空白的 這個工作表 然後你就把這個程式讓一下 不大家一起讓會流量太大 好 你會發現喔 這邊一直在閃的 因為呢 總共1到62頁的資料呢 就全部都下來了 我們把它Ctrl向下 5,624筆 網路上的資料就全部下來了 但是喔 事情還沒結束 什麼地方還有問題 這個最大問題沒有切開來 第二個問題 這邊多兩列 第三個問題 這邊應該是年月日 禮拜幾不用嘛 所以把這兩個合幣變成日期 可是喔 如果你假設喔 如果用土法鏈鋼也是可以的 只是說土法鏈鋼變成什麼 慢慢刪吧 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們前面還有講過 如何快速刪除不需要的列 這個時候其實可以派在用上 怎麼做 其實雲端上我有放第二段 就是刪除有沒有 日期列 刪除日期列 當然這一段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程式這邊來 就這一段貼過來 那一樣的道理 倒過來STEP-1 不是STEP-2 間隔兩個 然後-1 兩個兩個 我把它刪除給你看看 如果裡面是日期的 我看這邊是不是有 如果裡面是 SalesID裡面的這個資料 假如是日期的話 然後就把它刪掉 把裡面的資料 我看一下 這個理論上應該 這個目前的話是5552 5552應該是 刪除重複的 因為你會發現這資料裡面 有這個啦 這是重複的 也就是當然只需要留下一個 這個 因為每一頁裡面都會帶給你欄位名稱 如果說我今天假設要手動把它刪的話 總共留下一個 62等於是要刪61次 當然我們這邊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刪除日期列的部分 這樣快速的幫我把它全部刪光光 只留下哪一個呢 只留下第一個 OK 其他部分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他就是什麼 再把這個日期的部分 現在只有年而已 如果我要年月日 可以用這個方法 最後再把這個列刪掉 所以這邊就是複製執行一下 馬上出現了 然後刪除的話馬上就刪掉不需要的 那理論上這樣不就已經很接近我們要了 最後一個地方是什麼呢 把這個剖開來 有沒有 這邊有六個號碼 放一個儲存格 中間壓逗點 怎麼剖開來呢 這邊有一個什麼 剖開 OK 不過剖 我是把它剖到這邊吧 所以先增加上面這邊一到六個號碼 這邊把它改成一到六 然後把這邊的號碼 剖到這邊來 把這個刪掉 然後把B欄刪掉 然後欄寬自動調整 OK 這樣就全部完成了 這個只是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爬蟲 然後又可以透過VBA 全部一次性完成的話 那以後如果你要抓網路資料就簡單了 就是你只要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自動完成 你後面就可以再接什麼 統計分析 得到哪一個號碼出現的機率最高了 但如果你沒有這個資料 你當然沒辦法統計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個地方 延伸性的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雲端白板上面 有一個叫大樂透的歷史資料下載 的一個補充部分 OK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把樂透彩的中獎機率這裡講完 就把樂透彩的中獎機率獎完 再來如果實驗的同學 可以再試試看大樂透 還說不定把大樂透裡面 哪些號碼中獎機率最高 也可以把它挑出來 待會樂透彩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主要是要挑出前七名的部分 那怎麼樣可以快速的把前七名的資料 幫我調出來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